来关注高考首日相关消息 受持续暴雨影响和上游洪峰影响 安徽省黄山市涉嫌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 河水倒灌进城区 已导致城区多地积水严重 受暴雨影响 涉嫌部分师生无法准时到达考场 其中涉嫌二中考点因道路被淹 部分考生无法及时到达现场 目前当地消防联合政府等多部门 正在通过冲锋州 皮滑亭等设施 护送考生抵达考场 涉嫌教育局局长汪天平表示 截至时时 涉嫌2000多名考生 目前只有500多名抵达考场 涉嫌首场考试还未开始 据黄山市政府消息 涉嫌上午语文考试取消将延期进行 下午考试正常进行 以上新闻由南风都市报播报 更多精彩内容请查阅南风都市报APP 再次经许多点栏目的 发现